在信仰上,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错觉 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会以为 假如出现君王离奏光的情况 教会的责任就是去指导这些君王、神宰 去做好他们的工作 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一来,作为君王、神宰 他们有自己的专业范畴 教会不可能让他们更专业 二来,他们离奏光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认识神 希望知道石安为何可以与众不同 得到一个真正的信仰,甚至发光如星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 当然就是以我们最专长的部分去辅导他们 就是介绍他们认识圣灵 因为叫他们能够上天堂 得逐永恒身份的是圣灵 而不是他们的丰功遗迹 这些都是将会消息的沙徒 因此,在永恒中,这些是一文不值的 当我们介绍他们认识圣灵 之后所出现的现象 就是圣灵希望能够更加引导他们成圣 似神 在最后的时间 去赚取最多的属天掌赏 大家可以想想 对于他们的身份 当圣灵来到的时候 圣灵会要他们做些什么呢? 他们要做些什么 才能够快速累積掌赏呢? 他们作为君王 圣灵要他们所做的 也就是取决于他们突破性的态度和性格 而作出的选择和取捨 答案 就是如上一个精华短片所提及的皇帝一样 就是既谦卑又要付出 因此 当他们行真理的时候 他们所面对的 反而是人生的冲击和试炼 为的 就是让他们更加经历圣灵 让他们更似神 因为 很多时候 神所给予的祝福 也只是为着吸引他们去行信仰的道路 但真正磨练他们的性格 让他们更似神 更能够与圣灵合作的 必然是各种的逼白 所以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提及 世人恨你们之先 已经恨我了 并且 梵纳志在基督耶稣女健全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白 现在 我们明白到 当将来 有君王神在前来就光的时候 我们要准备好 当他们开始行真理的时候 他们会得到某些成功 但之后 圣灵一定会第一时间 在他们身上 找出一个突破口 就是让他们经历人生的艰难 用他们作出信仰的选择 以及改变 因为 圣灵来到 不是要给予他们 地上会消灭的成功 而是要让他们 用地上会消灭的成功 去换取一个 持久生命的优美性格 去结出圣灵的果子 与我们一样 有着一个真正的信仰 我们下个瞬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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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